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黑风白风 如果你的雇主有帮你报税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白风 而且他的权益也比较有保障 第一 你的税 我之前税是可以拿回来的 所以你要离澳的时候 可以把税拿回来 而且他有提过退休金 退休金也可以拿回来 就不消负这样 那如果是黑工的话 除了以上那些权益都没有 那你很可能 你在工作的时候一些 就是受伤啊 生病 你可能就没有获得保障 那如果你的工作 你不确定他是黑工白工的话 或者是你确定他是黑工 然后你要解决的话 就可以到那个 澳洲 类似像 呃我们的老委会这样 Fail War 他也可以去跟他申诉 那真的蛮有用的 我朋友就是他打黑工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 然后就是 他因为他是 雇主没有给他合法的薪水 就是可能只有 不到他们的法定时薪 那Fail War 就追他 追那间公司 把薪水都补回来给他 他人都已经回到台湾了 然后薪水还要补给他 只有那间公司才可以提案 其实他们Fail War的权力蛮大的 那他就跟我分享一下澳大利亚的有关 就是劳动状况 一些合法的资讯背景 你如果去澳洲 打黑工具家的签证 你必须要 每周放测性指南 就是你 你会有的 OK 还有这一瓶基本公司的保障 还有额外支支所得9.5% 退休金是额外的 如果我们今天工作 这礼拜是一千块 那这户主要额外给你95块 到底退休金账户是额外的 不能从你的薪水预口 然后后来发现 诶我好像什么都没了 OK好去一去看 那后后有一个第三种 付的不行太 正值 还有Part Time 正值就是付太 第二个就是Part Time 第三个就是陪着 我们所谓的太陈能源 就是领事狗 OK 正值的话 你基本公司最低至17.7% 每周最早会给你38小时工作 因为你跟他签正值 就表示他一定会给你38小时工作 17.7%38小时是672 那你当你超过每周 超过40小时开始 都会有算假单费 那你只要假日上班 一样的假单费 还有近年假 有冰假跟之前费 可以再来讲 Part Time 他那边基本工资是7.7% 那 每周最少 你要签Part Time的合约 最少是12小时以上 才可以签 那你跟他签 每周公司的合约 那 这个每周公司的合约 就是看你要签 12到15 16都可以 以上 那你如果跟他签 假设我签12小时 超过12小时开始 你都会很加单费 国定就在上班 也有加单费 还有之前费 那我们再来讲 就是对方 普遍使用到的就是 黑手 是兼职 兼职人员 判职人员 他这批基本工资就是 17.7%加上25% 额外的薪资所 就是22.13% OK 那你就没有固定时速 没有 什么 什么加班费 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固定你这个grant 好 没有 有新闭价 有新年价 我现在讲的是 全国澳洲 最低的基本工资 规范 这是最低的 那每个产业 他其实还有另外 更高的 就是依照你的产业 然后去定你的 更 基本工资 但这点下 我也在想进 通常 所以80%以上的 如果你们在座 都会要去申请 澳洲打工资 这样的问题 要适用的是这个rate OK 我这边介绍一下 就是 就是 勞工局 Failwork 你要申请的话 就像之前 刚刚这个 呃 呃 就是分享一个讲的 就是 你要陪前很长的 这个 呃 申诉书 好 然后他的调查员 会做隐私性的 调查处理 但他比较多 是做个案 好 格兰 那他现在也开始有做 就有机体的这个协调 好 但他通常就是 会比较偏 就是 呃 大部分话讲 想说话5 因为他不是调节机构 OK 那如果调节失败 他会好一点 他会提供你的律师资源 那有一些不一定会提供 你只要自己去找法库律师 那律师费 你都要自己付 他要保险的钱 那种工会的话 就是说 你就加入工会 那我会比较 推荐 被包客的私底下 假如 因为很怕被发现 就被罢了 这样子 然后集结所有 面多选 可以找特征会员单 带来的被包客 然后 因为法律下口 你只要是工会的会员 你就有合法的罢工权 跟合法的集体协商权 就可以跟雇主谈判谈协调 用集体协商机制 要求更好的待遇 然后工会员 会有专门的劳基法律师 可以让你秩序 那是讲迷路 所以这边的这个 反应电话 一台视频就很重要 然后还有媒体支援 但是你就必须要讲会员 因为全世界工会 台湾国会欧洲 各个国家的工会 因为他价格都是要讲会员 因为他是费民租资 这样子 那其实澳洲比较好 就是说也会员 都是可以折抵税的 这样比如说我澳洲 我今年讲的 会员是600块奥地 那我报废领座的时候 我可以去折抵 我这个600块的税 Tax fee not share 然后额外就是说 会协助你比如说 职业状态 你赔上诉 或是追欠薪 然后又有一些 讲中文的美博客 去协助你 然后提供一些比如说 我们知道那些农场 或是一些工作场所 它是合法的 然后地址给你去试试看 因为我们是中介 我们只能提供地址让你去试 然后这边是我们工会 然后我们也跟劳动局 一样合作 办案合作 办案合作啦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paste 会转给他 如果你们 背包含了你们朋友 有些人在澳洲 然后已经被博协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薪资 是合不合法 你可以丢进去这个网站 OK 然后去听一看你的几个公司 合不合理 OK 那如果不合理 我们有一些资源 可以协助你就是 拿过你的签行 这样子 那另外要记得就是 Central SRM 卡 就是你在工作以前 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这其实也是一个辨别 你打的是黑工 还是白工的一个基本 算是一个依据 因为它是一个我们的劳动卡 就是不管部署要报税 或是你要报税 你都必须有这一组号码 SIN的男儿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所以假设你有巨大大打工的时候 部署没有跟你要这个号码 或是跟你说 他就付钱给你黑工扣税 那他可能付给你的亲资 会低于法定的基本时薪 那你打的就有可能是黑工 我不能说白是自白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正常是合法的工作 固扣一定要报税 你也到时候也是需要报税 所以是一定需要这一组号 所以大家挺好看 到时候可以便便便 黑工的一个提据 黑工的话就是 就是对方可能没有跟你拿税号 税号就是在爱人就是一个叫做PPS number PPS number 这个就是税号 然后还有他可能连你的居留证 这个GIV card都没有看的 他就直接让你来上班 然后时薪很低 然后他是直接给你现金 这种的 那白工的话就是基本时薪 那有帮你报税 也有享有一些劳工的保障 那薪水是直接匯入到你的银行 那有些工作 如果老板跟你拿税号 然后也盼着你的缺来浴卡 但是他工作时薪多 然后做休息日是这样 那他是黑工吗 这其实也有点 有点模糊啦 因为像大部分人 在爱人乡下的商餐馆 会有很多这种现象 那他们就是会提供你住宿伙伙食 然后他们也确实真的 跟你拿这些卡号去报税干嘛的 那就是这种工作 也是会有一点保障 可是就是要不要做就看你个儿了 那就是华人工 华人工其实不太懂是黑工 因为有些华人工 他们也是真的是 真的太精盈了 黑白工就是各位一定要注意 就像刚刚长官也有提过 黑白工 白黑工就是 这样好找 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保障 你没有保钱 所以你哪天出了什么意外就是 对不起请自己注意 那我个人的话 我是好死不死 我出发前有看牙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 反正我就是后来后期的时候 年底有去做根管治疗 我在奥迪文将近 好像三四百块欧元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然后后来我就是 没办法因为牙区非常痛 我就是查一下资料 绕合避匈牙区 大概四个小时 价钱十分之一 但是还是一笔开销 如果对于各位是 尤其是带有限的金额 在欧洲这种地方生存的话 其实还是一笔开销 所以黑工跟保险 这是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就是 有点像台湾健保卡 有点类似 这个就是你白工的证明 如果你有拿到这张 恭喜你 因为找到是白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高兴 下转变 下转变